然后我再说说房产税吧 德国买房子的时候有两种 一个是房产的购置税 大概是每个地方不太一样 每个州不一样 像我这周是6.5% 它是一次性的以后就没有了 像其他州可能是5% 也有3%点几也有 大概是5%是比较正常的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 另外可能国内还有美国朋友 想知道的德国的房产税的 德国的房产税其实非常低 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比较复杂 而且每个线都不太一样 或者每个市不太一样 像我们这边一套房子 大概是每年听好了是一年啊 每年大概是150到300欧元左右 一年的啊 150到300欧元左右 比如说如果你的房产是价值是100万欧元 可能你每年交的就是300欧元到400欧元左右吧 我觉得不是特别贵 我们家的房子 最高的就是好像300多欧元一年 最低的100多也有 所以我相信啊 就是如果有一栋房子的人 可能我自己没有那么富裕 没有一栋的 我猜啊可能最多是四五百欧元吧 一年啊 我们来看看美国吧 因为我不是住在美国的 如果有的地方说错了 请各位在美国的朋友们告诉我 也就是帮我纠正一下啊 如果说错了呢也请包涵一下 在美国就我所知啊 房产税就是property tax 在美国大概是最低的是夏威夷 它只有0.3% 最高的应该是那个迷之耕舟 它最高达到百分之二点多 你看差别非常大对吧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每每一个州之内 它每个县它的房产税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按照各个县的财政 来确定你的房产税高低 听说啊在那个迷之耕舟啊 最高的一个县是阿库呢 它达到百分之六点多 就非常厉害了 它是每年的啊 百分之六点多 而且它是这样 它按它每年你的房产的价值 都要重新估一次 也就是说如果明年提高了 房产的价值提高了 那明年你的税也跟着提高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知道房子如果是值100万美元 然后房产税每年是2% 那就是2万美元了 2万美元平均到12个月 每亿每一个月就是1667美元 一个月就是房产税 一般的家庭应该是税后5000美元左右 我估计吧 在在美国 你不能拿最富的那个 比如说硅谷啊 来比对吧 就平均呢 我觉得应该4000到5000美元 每个家庭的 应该算比较正常的 也就是说房产税就占了你家庭的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啊 就非常厉害了 一年2万 那你那套价值 那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 50年就是100万美元了 50年光是税就100万美元了 你这样算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房产税在美国有多高 所以啊 在美国的特别是那种移民美国的中介 他是不会告诉你就是这种东西的 他只会告诉你 你看美国的房价有多便宜 或者那些恨国党啊工之门 老实说你看美国的房价多么便宜啊 20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那个地都是你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年交的税有多少 就是房产税 50年或者70年之后要比在中国 你们觉得天价的那种房子 还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卖 然后你才可以比较 据我所知啊 现在好像中国还没有房产税吧 就是你买了虽然是使用权是70年对吧 相当于有的人网上说的 说是像共产党呢租了70年 但是呢你没有知道 你像资本家每年交税 一两个点啊 有的你看高的那个线 百分之五六个点也是像资本家租来住一样 那房子其实啊 你看 刚才我算了一下 你50年或者70年房产税加起来 比你那套房子的价值的钱还要多 那你怎么说呢 对吧 这是人家丢掉那种家具啊 沙发的 穷人想来捡也可以 你看这沙发 其实从外表看上应该还可以吧 能够用 这就是我们附近的普通一条小的街道 大都是三四层的 就像这种是没有电梯的这种房子 而且这种房子也很老了 相对来说我觉得德国每年的房产税 只有100多到三四百欧元 是非常便宜了 你看美国的 都是上万或者是几万的一年房产税太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吧 房地产市场都并不是完美的 根本就不可能你房价低 你的收入高不可能的 你稍微有一点 开动一点脑筋你就知道了 哪可能 比如说你年收入百万 然后你的每个月支出只有一万块钱 不可能吧 对吧 既然收入高 那肯定物价也会跟着高 水涨船高在哪里都一样 而且在美国房价低的地方 也是一样了 跟德国差不多 一个就是可能工业不是很发达 另外交通不方便 你在那里买房子 你肯定要自己买一辆车或者两辆车 对吧 然后你每年养车的费用有多少 你的汽油费有多少 这些你都要算进去 工作机会又有多少 不可能就是那你 那地点最好的 然后房价是最低的 不可能的 金融危机之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不是说有一美元的房子吗 也可以啊 但是你敢住吗 在底特律那种黑人像战乱区里面 你买了这一欧一美元的房子之后 可能你修缮他可能要花100万美元 附近也不安全 说来说去就是便宜肯定没好货 你要想到这点是真理就知道了 说到美国的房地产税啊 他真的是每年都重新估算一次的 而且是根据当地财政来定 比如说你这个线你的财政是2亿美元 然后他把你这个线全部的房地产的价格 估算大概是比如说是100亿美元 那么你这房产税下一年肯定就是2%了 2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相比就是两个百分点 对吧 他就这样算 比如说原来估计你的房子呢是100万美元的 那到明年涨了一倍200万美元 那你2%就是要4万美元了 你每年交的税反而越来越多房产税 只是你有两套或是两套以上的房子 房价高了对你才有真正的好处 或者是你某天退休了想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你把你的房子卖掉 那时候才有房价高对你的才有才有用 否则一套房子你要住在里面 你1000万2000万美元对你来说和100万美元是没有区别的 唯一区别就是你交的税要越来越高 这是我对美国房产的理解 还有我对德国房产的了解 我在这里补充一点我昨天说那个话题就是在美国纽约 我坐地铁的情况 我忘记说了就是不论我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 因为在这里他在站台上面都没有隔板的 所以我每次我都会用我的眼的余光去扫描周围 我附近不能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我就绝对不会站在站台边的 因为如果你不注意突然有个人从后面一推你 那就推到推下站台去了 推到站台去呢你小命就没了 在德国出现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一个埃里特里亚的难民吧 在法兰克福火车站的站台上面把一个应该是母子吧 推下站台 然后被火车把它压死了 所以不管我在哪里 在德国还是在美国纽约也好 我坐地铁我肯定会非常小心 特别是在那个美国纽约 因为他的地铁那个站台非常高 也非常窄 人又多 你真的一不小心 而且那种怎么说呢 变态的人也非常多 你不知道谁是变态的 很多嗑药的人啊 在美国 在美国特别是大城市啊 有一个特色 就是空气当中飘浮着一种 难以描述的那个气味 不是香甜的空气 而是大麻的味道 非常明显 你到纽约你就知道了 特是一些不太好的那街区 那个味道特别明显 就表明当地呢吸毒的人特别多 在德国像那个柏林啊 这种左派比较多的 就是没有工作的人比较多的地方 像这种现象也比较常见 但是我觉得纽约真的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种吸大麻人特别多 空气当中真的就是大麻的味道 所以昆明那个留学美国那个学生说的 香甜的空气 我不能说是香甜 只能说是大麻的味道 空气当中有大麻的味道 我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是德国的站台 他站台你看是没有隔板的 在这 随便可以跳下去都可以 所以每次在这里的话 你在这里站着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 离人太近 也不能离那个站台太近 否则更加推下去 你的小命真的没有了 生存的本能一个人应该要掌握到 这样这种国家 并不是我每个人在这里都很文明 其实哪里都有危险 你看看 在这里表示是危险的意思 不能跨过去 我在这里就想给大家看看 说到这个话题 看看德国这站台是怎么样的 在这里应该是维修 我左边这里 你看拉着这线拉着这个 就是表示呢 是隔离的 脚手架 像德国这里是开放式的 美国呢 还有那个你要进了闸门 在这里谁都可以上架 而且买不买票也不知道 就是查票的时候 你要出示票 如果查票的时候你没有票 那只能发款了 发款德国这里 科隆市60欧元一个人 另外美国纽约 因为是一天24小时都地铁都是开的 所以很多流浪的人 无家可归的就在地铁站里面 只要你不出站 你就一天到晚都在可以在里面坐 相对来说里面冬天要比外面要暖和很多 所以地铁里面特别是深夜 三四点钟两三点钟的车 没有什么乘客 很多无家可归的就睡在座位上面 然后从起点做到终点 终点做到起点这样 个人问题要解决 就直接在地铁站里面解决 所以就美国地铁是比较奇葩的 那种紧张就是无家可归的特别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以前的视频 大家搜纽约就知道了就可以搜到 我去年2019年去美国拍的那些视频 拍了一些无家可归的 也拍了地铁的 我刚才就想补充一点 我在美国纽约坐地铁的那个经历 也是一种求生的技能 各位网友 那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